天氣方面的消息要來關心到 受到了低壓帶影響 台灣附近水氣增加 預估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 都是全台有雨的天氣形態 氣象專家林德恩發問提醒說 這幾天天氣是啟動了多雨模式 前氣象局長鄭明典也分析 在台灣附近有兩個旋轉中心 可能會有強對流出現 而苗的地區從昨天晚開始 大雨下個不停 在苗43線7公里處 就出現了土石六災情 本該是綠色植被變成光圖一片 山坡上大量泥流夾帶碎石 傾斜而下還淹沒至路面 受到低壓影響 週五晚間雨下個不停 苗栗累積雨量超過200毫米 苗43線7公里處院里鎮上管理 山坡土石流空拍畫面驚人 就連田邊道路也變成泥流小河 黃色泥沙淹沒民眾寸步難行 這波雨勢還沒結束 範圍將擴及全台 氣象專家林德恩直呼啟動多雨模式 週六至下週二受低壓帶影響 全台降雨機會增大 局部地區亦有短延時強降雨 其中又以週末兩日最為顯著 21號晚上到22號 整個水氣移路的狀態下 尤其是基隆北海岸 北部 南部 東南部地區都要留意 可能會有局部豪雨發生 其實不管是降雨是大雨 或者是豪雨等級以上的降雨 其實都是有可能會在山區有造成 貪方落石甚至土石流的意外發生 週五傍晚台灣東方熱帶系統 生成為第19號熱帶性低氣壓 前氣象局長證明點 PO出衛星雲圖 指出其實有兩個旋轉中心 可能是模式把兩個旋轉中心 當成一個 可能會有意外的強對流出現 民間氣象團隊 觀氣象看天氣則分析 20到21號低壓擾動接近 西南風增強 中南部留意局部大雨 到了22 23號 北風下來參一角 南北風交會天氣更不穩定 西半部由南到北 有機會出現較大雨勢 台灣海峽的中部附近 是有一個風向的符合的狀況 天氣也比較不穩定 所以是容易發生一些 激烈的降雨 並且移入到陸地的情況 氣象鼠預估 雨勢有機會 從週六晚間持續至週日一整天 下週三降雨才會拘毀 民眾務必留意天氣變化 記者楊翔圓 林一新張新潔 台北苗栗採訪報導